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能看到这些原料呢 当然是心里会最安心的 不过市面上的确有很多的产品 原料从哪里来呢 根本就无从了解 所以呢就有北市议员提议修法 希望呢能够在大家比较常喝的 像是手摇杯饮料上 能够标示原料 还有营养成分和热量 让产品内容能够更透明化 许多人每天总是要来上一杯手摇饮料 但是喝下去的成分您都知道吗 奶茶添加的是奶精奶粉还是牛奶 糖的成分是蔗糖还是果糖 这些消费者浑然不知 有议员要台北市政府修法 未来杯子上面贴纸 要附上原料 一两成分以及热量 食品卫生法没有规定 它只规定说 你必须要标示品名 也就是譬如说茉莉绿茶 然后你要标示产地 但实际上我们在市面上 也看不到所有这些 你们大概去买的时候 也看不到它标产地了 因为它的内容物 大部分都是桶装原料 由于首要饮料属于散装食品 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标示 当光去年首摇杯市场 营业额就有409亿 以每杯40元计算就有10亿多杯 每人每年平均就喝掉44杯 光是台北市营业额 就占了全台的一成多 可见市场有多庞大 可不能让消费者傻傻喝下肚 我们会在辅导业者尽量尽量还是要做一个很清楚 对他们今天所销售的各个饮料杯 做一个很清楚 让消费者很清楚的一个热量标示 甚至于营养标示 那当然如果说他能够进一步再做他内容物的一个标示 当然是更好 那个总公司那边有跟你们开会 就是说可能要朝这个方向来走是不是 可能会有啦 对啊 因为这个已经是失所居嘛 所以就是说可能会跟其他家饮料业者 或者是接受那个卫生局那边的辅导 至于怎么做我不太晓得啦 对啊 卫生局表示会跟业者沟通将原料成分的明白标示 食安问题一再亮红灯 政府严格把关消费者的健康才多一分保障 UDN TV大伙盛肖炳宾台北报道